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继续来讲我们的passing的运算符 上节课呢 我呢 讲了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符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呢 继续来讲这样一个逻辑运算符 好 那么我们呢 先大概说一下逻辑运算符的这样一个概念 首先呢 大家要明白一个基本的点 就是逻辑运算符 它呢 主要是来操作布尔类型的 布尔类型 好 逻辑运算符呢 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类型 那是布尔类型 同时呢 它的返回结果也是布尔类型的 你抓住我所说的这两个点 操作类型和返回结果都是布尔类型的 那么呢 这个逻辑运算符理解起来呢 就会比较容易啊 好 那么啊 and or not 这三个逻辑运算符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好 我们先说and and呢 表示的是这样的一个 且 它表示的是且 那么对于and来讲的话 如果它所操作的两个基本类型呢 都是真 也就是都是 true 它最终返回的这个布尔类型呢 才是 true啊 有一个不是这个 true的话呢 它将返回false 好 说起来呢 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我们还是到我们的idle里面 拿我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实例来看一下 好 true and true 大家觉得它返回的结果是什么 是 true啊 因为呢 它所操作的两个基本类型呢 都是这样的一个布尔的 true 表示真 所以说呢 它最终得到的结果是真 那么我们说了啊 有一个不是真 那么呢 它必然 true 它将呢 返回false 好 还是我所说的啊 你可能觉得这样的写法呢 毫无意义 这个呢 还是因为我说了 真正的编码的时候呢 这个true和false 它们是会被变量所替代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2啊 2呢 在国际预算里面呢 它表示了这样的一个 两个基本类型的关系 说或 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我们刚刚写的 这个and的这个代码呢 辅助下来 然后呢 我们把and改成2啊 好 我们刚刚说了啊 and呢 是且关系 只有两个 同时为真的时候啊 才会反为真 但是呢 现在我们来看out啊 它只有一个为真的时候呢 它就将反为真啊 这个呢 就是out的意思啊 或者了 但是呢 如果啊 我的这两个 类型呢 都为false的话呢 out也将反为false 因为呢 这里呢 不是或者了 这里呢 同时都为false了 最终结果将得到false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not not not啊 它和这个and和out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and呢 也是同时操作这样的两个变量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啊 not来说的话呢 它只操作一个啊 比如说呢 notfalse 不是假 那么呢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真 同样呢 如果啊 我用not to 不是真 那么结果是什么 当然是假 对不对 好 从开讯的这几个逻辑运算符号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非常的容易理解啊 and all 和not 它都是基本上是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 在做这样的一个运算符号的 好 那么现在呢 我问一下大家啊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not not true 大家觉得是 它想返回真还是假啊 我们看一下啊 它想返回true啊 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很好理解啊 not true的结果是false 对不对 然后呢 not false呢 就变成了true啊 好 我们把我们刚手学的三个and or 和not 做一个总结 and啊 它呢 这个攀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预算关系呢 我们呢 可以把它称作且啊 或者呢 你也可以把它称作与 好 那么对于out来说的话呢 我们呢 可以把它称作或啊 好 然后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not呢 我们把它称作什么 称作非啊 所以说呢 如果别人啊 跟你说起来 两个变量之间的或关系 或者是与关系 非关系啊 你不要不知道 它们就是指的是 and of和not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深入的学习一下 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符啊 我之前呢 在讲逻辑运算符概念的时候 我让大家抓住两个点 第一个是呢 第一个是 逻辑运算符呢 是对布尔类型 进行操作的 同时呢 它的返回结果啊 也是布尔类型 好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呢 可以啊 来演化一下 我们的逻辑运算符啊 这两个ture啊 按的大家都很好理解啊 那么我们先换一下 我们换两个数字啊 它们做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 大家觉得首先觉得它成立吗 这个代码会报错吗 不会啊 它将得到结果一 好 我们继续再看一下 如果我是两个字符串呢 成立吗 同样是成立的 它将得到结果B 好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R A 好 B 它将得到A 好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note是符串A 前面两个都成立啊 那么最后一个肯定也是成立的 我看一下 它没有报错对不对 但是呢 它走到是FORCE 好 那么看到这个现象 很多同学们可能觉得 老师你刚刚说的不对啊 可能会认为呢 这个逻辑运算符 它们操作的并不一定 并不一定就只能是这个布尔类型 其实呢 这个结论呢 并没有错 它实际上操作的呢 还是一个布尔类型的 只不过呢 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啊 还有这样一个字符串呢 它们和布尔类型之间呢 都是有一个转换关系的 你比如说啊 第一个1 1的1呢 其实呢 它呢 它的运算呢 其实就是True 1的True啊 因为1呢 在这个逻辑运算里面呢 将会被认为是一个True啊 好 那么同样的A和B呢 它呢 也会被认为是两个True啊 那么最后呢 NOTA 其实呢 就等价于啊 我们这边的这个NOTTrue啊 理解我所说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在我们的实际的去编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很少啊 是去做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啊 我们很少啊 直接把一个变量呢 就复制成这样一个布尔类型 然后呢 再去做这样一个A和B啊 或者是这样一个B和A这样的一些逻辑运算 很多时候啊 我们其实呢 都是去对这样的一些非布尔类型的这样一个值呢 去做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啊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我们说了啊 这样的一些非布尔类型啊 比如说像指不串啊 和数字啊 他们在做这个逻辑运算的时候 到底什么样的值会被当作是一个True来参与逻辑运算 什么样的值又会被当作False来做这个逻辑运算呢 这个呢 是我们重点要讲解的 好 对于整数啊 和伏点数来说呢 0呢 他们的取值是0的时候呢 表示的是False啊 当他们为非0的时候 包括1啊 2啊 3啊 1.0 2.0啊 表示的是处啊 好 这个表示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我们应该这么说啊 0呢 将被认为啊 是False啊 这样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Note 0.1 0.1不是0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它将被认为是True 那么Note True将得到什么呢 将得到False啊 接着呢 我们再说一下啊 这个次幅串类型啊 对于次幅串类型来说的话呢 如果啊 这个次幅串是空次幅串 也就是说呢 这个次幅串里面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值 它呢 将被认为是False啊 好 否则的话呢 它将被认为是True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啊 比如说呢 Note 这样一个空次幅串啊 我们刚刚呢 有做过这样一个Note Edit啊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Note 这样一个空次幅串啊 我们说了啊 空次幅串呢 将被认为是False 所以说Note False的结果呢 将是True啊 好 这里呢 我提一个问题啊 Note 这样的一个字幅串0啊 它的这样一个反复结果是多少呢 很多同学啊 会认为啊 老师你刚刚说的0 会被认为是False 所以说呢 你这里Note 0的结果 将是True啊 将是实际上不是的 它将是False啊 好 这个呢 是我们很多初学者 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我们说0被认为False呢 是当这个0 表示的是一个Lambo类型的时候啊 是一个数字类型的时候啊 但是你这里的0 你不是数字类型 你是一个字幅串 就不干 既然你是字幅串 那么你就要遵循字幅串的 这样一个规则啊 只有空字幅串 才表示False啊 你这里并不是一个空字幅串 所以说呢 它呢 会被认为是一个True啊 那么Note的True呢 将得到False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列表的这个情况 列表在参与逻辑运算的时候 将会被如何转换啊 列表的这个行为呢 其实呢 和字幅串是一样的 空的列表呢 将被认为False 否则的话呢 将被认为True 好 我们呢 可以举例看一下啊 Note 这样的一个空的列表啊 它将得到True 同样呢 Note 有直的这样的一个列表啊 它呢 将被认为是False啊 不是被认为False 非空的列表呢 将被认为是True啊 然后呢 运算得到的结果将是False啊 好 那么剩下的还有几个类型 比如说呢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逃跑原主啊 Site集合 以及我们的这个Dict啊 字典呢 它同样遵循啊 和列表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所以呢 我们就不再一一的举例了 好 那么在我刚刚的举例里面呢 我是拿Note 这样的一个逻辑上 在做这样的一个举例啊 它得到的结果呢 是False 这个通过我们刚刚的讲解呢 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一下 如果呢 我现在呢 拿一个有元素的列表 和一个没有元素的列表 去做这样的一个运算呢 它将得到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一个第一个元素啊 它将得到第一个元素 它并没有显示的 把这个False 或者是True返回回来 好 那么看到这个结果啊 是不是就说明啊 我们的逻辑运算符呢 它呢 并不一定是返回的 是这样的一个布尔类型呢 并不是 大家可以想想 既然逻辑运算符 前后 它的这样一个操作的类型呢 可以用非布尔类型来表示 那么它的返回结果 一样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非布尔类型来表示 逻辑运算符 所操作的两个值 它们和布尔类型之间呢 我们刚刚讲到了 是有一个转换的规则和关系的 那么同样啊 它的结果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转换关系啊 这个结果的转换关系呢 和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转换关系呢 是一模一样的 你比如说这里啊 我拿一个有元素的列表 和一个空列表 做这样的一个奥运算 它将返回给我们一个 有元素的列表 那么我们说了 有元素的列表呢 就是非空 在我们的这个关系规则里面 非空表示的是 true 所以说呢 这两个列表的运算结果啊 实质上来讲的话呢 它的返回结果是 true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运算的结果呢 是第一个元素的 但是呢 你不能认为啊 奥运算永远返回的是第一个元素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顺序颠倒一下 你觉得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它同样返回的是这样的一个 有元素的列表 而此时呢 有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却是我们奥运算的第二个元素啊 所以说呢 你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啊 它永远返回的是第一个啊 以我的一个经验来看呢 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不要关心啊 这个奥运算数到底返回的是第一个元素 还是第二个元素 你要关心的是 这个运算的结果到底代表的是 true 还是false啊 这个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同样的还有按的 比如说呢 你A按着B啊 它将返回的是B对不对 看似啊 它返回的是第二个元素B啊 但是呢 我们换一个规则啊 比如说我用空字不串按着B呢 大家觉得返回的是什么 它将返回第一个空字不串啊 所以说呢 即这样的一个返回第一个元素 还是第二个元素 这个是不靠谱的啊 我们正确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总结一下 not这个啊 很容易理解 它一定返回的是 true和false 比如说not0 它返回的是 true 这个呢 容易理解 好 那么我们呢 要重点说的呢 是and和all 它们的一个返回规律 好 我们随便呢 先举几个例子 1按的0 它将得到的是0啊 然后呢 0按的1呢 它还是得到0 对不对 第一个这个运算里面呢 它得到的是第二个元素 然后第二个运算里面呢 它得到的是第一个元素 但是结果是不变的 对不对 那么其实如果你死记硬背的话 你很难去判断 它到底返回是第一个元素 还是第二个元素 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说的是一个 讲道理的 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 大家注意听一下 好 要找到这样的一个返回规律呢 我们可以来模拟一下 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个 解析代码的流程啊 当计算机读到 第一个数字1的时候 它能不能把整个这个 逻辑运算的结果 给计算出来呢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说了啊 and呢 它的本质的意义在于 它要比较两个数啊 注意啊 它要比较这样的两个数字 一个数字是比较不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and呢 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 两个同时为真的时候 它为真 两个同时为假的时候 它为假 所以说它必须要比较两个数 计算机解析到1and的时候呢 它是不知道的 第二个数还比较 它没有得到 所以说它解释不出来 只有计算机啊 知道第二个数值是多少了之后 才能把最终的结果返回回来吧 你可能觉得 我说的这个呢 是废话 因为呢 1and的0啊 你要让它的结果呢 表示的是假的话呢 必须只能返回0 对不对 因为如果返回1的话 这个运算机我就错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情况 1and的2 它得到的结果是2 2and的1 它得到的结果是1 那如果我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1and的2 这个首先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 计算结果肯定是真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1也可以表示真 2也可以表示真 到底返回的是哪个值呢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要 我之前所讲到的计算机 解析这个代码 是过顺序的一个意义啊 计算机只有知道了第二个数值 他才能够判断这个表达是一个结果啊 所以说呢 这个最终呢 将返回的是第二个值啊 那有些同学可能要问啊 既然1和2啊 都可以表示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计算结果 那为什么不是返回1呢 这个怎么给大家解释呢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一天 有一个人给你搬来了两个很大很重的箱子 然后呢 你把这两个箱子啊 叠着啊 放在了一起 一上一下 过了几天呢 这个人过来 他问你要箱子 他只要其中的一个 那么你说你是把上边的这个箱子搬给他好 还是把下边的搬给他好 毫无疑问啊 这个肯定是 你直接把上边的搬给他会更好一些啊 因为呢 如果你要搬下边的话呢 你还要把上边的这个箱子给挪开 对不对 那同样啊 放到我们的这个按的逻辑因算里面 你也可以类比一下 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过程 如果说我只要一个箱子 就能判断出结果来的话呢 如果我只要一个数字 就能判断出结果来的话呢 我肯定就把第一个数字返回给你的 第二个数字根本就不需要参与 但是问题是按的呢 他两个都需要 那么计算出结果之后呢 我当然把最后面的这样一个返回给你 更加方便一些 不相信呢 我们可以再运算一下 按2按1 大家觉得返回的是哪个 他还是返回最后面一个 好 那么这个结论呢 同样啊 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逻辑因算里面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我这里呢 有一个0 1 大家觉得返回的是哪个数字啊 他返回的结果呢 将是1 我们给你看一下 还是按照我刚刚说的计算机的一个解释流程 当计算机 他读到这个0这个数字的时候啊 他能计算出整个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吗 计算不出来 因为我们说了啊 2呢 是其中一个为真就为真 你只知道0 它是假 但是你并不知道后面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呢 他必须要读到1这个地方 好 读到1这个地方之后呢 1可以代表真 那我就顺手把1返回给你了 好 那我换一下呢 1 0的时候呢 结果肯定还是1 对不对 因为呢 这个是奥运算的本质的一个概念啊 它一定会返回为真的 但是 为什么返回的是1呢 这个还是我所说的这个道理啊 计算机读到1的时候啊 因为1为真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既然它已经确定的是真的话呢 它就不需要再读后面的值了啊 所以说那就反过1 这个可能不是很明显 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 1要2啊 这个呢 可能就更加明显了 到底返回1还是返回2呢 我们的and啊 1 and 2的时候 反过的是2啊 但是1 2的时候呢 它将返回的是1啊 为什么 还是我所说的 它读到了第一个字符的时候 它就已经能够判断出这个计算的结果了 它就直接返回给你了 它根本就不会去读第二个 我刚刚给大家举的搬箱子的这个例子啊 并不是说强行去做这个比喻啊 计算机呢 它也跟人一样啊 它更倾向于偷懒 既然呢 它读一个数字 它就能够判断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它没有必要再去消耗 它计算机的性能 再举它第二个 这可能并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比喻啊 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 对于这个逻辑运算符啊 大家千万不要死定备 什么第一个元素为真的时候 如果是按的话 反回第几个元素 然后第一个为假的时候 如果是2预算的时候 反回第几个元素啊 这样你是记不清的 时间长了你就忘了 一定要按照我刚刚所遵循的 这样一个判断的过程和逻辑啊 来拆出正确的一个反复结果 好 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这个逻辑运算符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啊 我们这节课的时长呢 稍微有点长 那么这节课的重点啊 我这里说一下啊 重点还是在于啊 你要理解这样一个或且非 它们之间的一个运算的基本概念 同时呢 你要知道啊 当非布尔类型 在参与逻辑运算的时候啊 它们像布尔类型转换的一个规律啊 至于说我刚刚给大家讲到了 这样的一个反回第一个词 还是第二个词的一个快速的 一个记忆方法呢 这个呢 如果你能理解 这个当然最好 不能理解的话呢 这个呢 也不是太重要 关键还是要关注的是啊 它到底返回的是 true还是false啊 结果 结果